微博3比4RW输得太丑陋 超对手4000经济不敢打团 老板再立大功 微博输给RW只能说命中注定 最终一穿三十败被RW麻捏 其实这场比赛 微博的赢面非常之大 前六局比赛也只有第四局打得难看 微博下路孙并萌芽被RW首约莫子打穿 一分钟就被卡兵让RW谁来下路 谁被打残 RW中摄斧技能衔接很好 且非常准确 导致乔西前期丢失所有下路兵线 只能去中路发育 之后微博全员开始狗在塔下宝KDA 直到13分钟 直掉一个人头的微博 被RW压回水晶 眼看下场要被教练大骂 他硬着头皮冲出结束此局的煎熬 虽然RW也才追平比分 似乎没什么好喷的 但看到数据微博不仅被RW打成玲珑塔 而且全员零参团率真的太罕见了 也许是因为之前跟AG闹矛盾 选手被喷怕了 必是保住KDA不被粉丝揪出来骂 才是明智的选择 无独有偶 本来微博巅峰对决 拿到一套不错三线优的阵容 并且对局前中期也打出了优势 最高超出RW4000经济 可当7分钟过后 微博越打越散 开始避战运营 反之RW侠一直在找机会打团 最终RW拉扯成功拿下10分钟暴君 并打退微博 在那龙王让猫神看不懂了 中哥了就往前打就往前打 留不住人 但是留不住人 但是对RW侠来说已经很赚了 北京微博 中期领先3000块 一直在带双边 一波都不打 而且这把出装也很有讲究啊 你看RW侠的 中府双梦眼 北京微博 中单是活5出不了梦眼 但是 星宇能出啊 星宇还是没有选择出梦眼 打的是杨玉环啊 朵莉亚杨玉环啊 梦眼啊 一个火甲不够啊 大胜利的火甲看不到谁啊 梦眼啊 星宇 龙直接给了 Oh my god What the 这巅峰对决啊 这是啊 巅峰对决不是战斗嘛 龙直接给了 你要干嘛 13分钟 选了个阁亚 39000打37000 龙直接给了 最后 英抢第二条暴军 乔西哥亚切针机 魏果被尘锋冻住 随即花云阿里配合将其收下 侧面 泽阿伊亚连双大井追在刘朵利亚 打得微博溃不成军 不是RW太厉害 是微博保守派 打败了自己的教练 三线U超对手 4000经济 被活活打成了人机 反之 RW教练 给选手们 磕一个都不为过 其实话说回来 这只是北京微博输大场比赛 致命的因素之一 他们的老板 在不显眼的角落 早已给其诱上了压力 由于微博一穿二将 所有二路看好的 DRG送回家后 真名KPL作者 就发文感叹 二路预测全军覆没 结果微博老板 看到回复 可惜二字狠狠地反击了一波 吓坏了马漏 立刻提醒 你低调点吧 还有下一轮呢 说真的 微博有这么多 杯子你功不可没 让黑白两路 又因其热闹起来 隔天微博 就一穿三失败 虽然老板没上场 但总在关键时候出来 立大功 真的心疼选手和粉丝们